这部电影可能是张静初出道时 牺牲最大的一部电影了 颜色程度直接拉满 更是受尽百般蹂躏 被人当成摇钱树 姑姑更是以200元的价格 将它租给陌生的男人 虽然有些悲催 但是影片中的处处温情 却让人感动不已 电影开始 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 越南正处于战火纷飞的年代 战争结束后 越南的土地上留下了大量的地雷 在阿桃六岁那年 父亲为了给他找回丢失的风筝 直接被一颗地雷炸成了碎片 由于阿桃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此后就变得有些吃傻 智商也停留在了六岁 在阿桃16岁的时候 姑姑阿水就将他带到中越边境 一个叫做河口的小镇 姑姑阿水在这里经营了一家按摩店 由于阿桃的年龄小 姑姑就让他在店里做一些杂活 由于智商的问题 阿桃经常会遭到其他店员们的欺负 就在这天晚上 店里来了一个凶悍的客人 这个男人是当地有名的黑老大沙巴 由于姑娘们忌惮他 所以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他服务 这时正在撅着屁股擦地的阿桃 突然看到眼前出现一双皮鞋 阿桃二话不说 直接就将皮鞋擦得正亮 也就是因为他的举动 最终被沙巴的小弟强行拖进屋子 也正是因为智商的问题 阿桃看到沙巴并不害怕 他轻轻抚摸着沙巴身上的疤痕 心中很是疼惜 随后阿桃继续工作 就算是沙巴那条假腿 他都没放过 看到阿桃认真的样子 沙巴非常的满意 因为在沙巴的心中 非常渴望这种不建立在 权势金钱上的平等待遇 在临走的时候 沙巴特地拿出一张百元大钞 给阿桃当小费 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可是这钱还没午热 就被姑姑阿水直接抢走 然后换成两块钱给了阿桃 阿桃看着手中的钱异常高兴 随即就跑到大街上买槟榔吃 在回去的路上 阿桃再次遇见沙巴 并且他还上前送给沙巴一颗槟榔 看到如此单纯的阿桃 沙巴顿时就产生了一种保护欲 没多久 阿水精英的按摩店被查封 为了躲避追捕 阿桃就来到顶楼 藏进一个衣柜里面 而这间房子的主人 不是别人正是阿夏 已经年近40的阿夏 还是光棍一条 每天靠着一台卡拉OK机 混吃等死 一天到头都没几个客人 可是他只要赚点钱 就拿着钱去找一个叫做小花的女人 这天晚上 阿夏正在悠闲地看着足球比赛 突然间一阵呼噜声传来 阿夏小心翼翼地打开橱柜 阿桃顿时就在里面摔了出来 可是当阿桃看到阿夏的第一眼时 他立马惊住了 因为他的这颗痣 和父亲的那颗痣长在同一个地方 于是阿桃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爸爸 此后 阿桃每天都跟着阿夏 无奈的阿夏 只好将阿桃送回到阿水的店里 虽然被阿夏抛弃 但是他的内心中 全都是阿夏的影子 只见他坐在窗边发呆 还一直看着项链中的照片 这是父亲唯一的照片 也是阿桃唯一的念想 这边阿夏的生意越来越不好 最后连电费都交不起 直接被房东掐断电源 而客人倡导一半 因为停电就让他退钱 就在阿夏无奈之际 阿桃突然来到台上 唱起了一首越南民谣 而阿桃那动听的歌声 瞬间就吸引了无数人围观 看到阿桃的表现 阿夏顿时就找到了赚钱的门路 于是阿夏就找到阿水 以每月两百元 和办理赞助证为由 将阿桃租下 就这样阿桃被阿夏带回了家 阿桃得知 能够和自己心心念的人 能够待在一起 心里非常的激动 他每天就像伺候父亲一样 伺候着阿夏 也让他杂乱不堪的房间大变样 变得干净整齐 阿夏也没有食言 顺利地帮阿桃办理了赞助证 这个男人 以每个月两百块的租金 想要利用女孩赚钱 可是带回家后 阿夏才发现 阿桃学起中文歌很费劲 于是他就改编套路 让阿桃专门唱越南民谣 不成想 阿夏的举动竟然引来 无数男人想要 和阿桃合唱 一时间 阿桃也就成了阿夏的摇钱树 阿夏看着手中的钞票 高兴得合不拢嘴 可就在这天晚上 有一名客人 居然对阿桃动手动脚 阿夏健壮 赶忙上前制止 不成想被客人一顿暴揍 阿桃看到阿夏被打 奋不顾身地上前 就将男子给一顿暴揍 最终刁蛮的客人 被阿桃打晕过去 也就在这时 阿夏的前女友来到 此时的她 早已嫁为人妇 并且还是一个富豪 看到对方比自己有钱 阿夏异常失落 于是心情不好的她 就拿着刚刚赚来的钱 找来一个女人 并且还将大门紧闭 不让阿桃进来 愤怒的阿桃 不管不顾 直接把阿夏的衣服鞋子 全都扔了出去 顿时引得过路人哄强起来 阿夏看到她的样子 也不甘示弱 直接将阿桃的东西 全都扔到门外 就这样阿桃 被她撵了出去 此后 阿桃就彻底失踪 阿夏不管怎么找 都找不到她 没多久 阿桃就被姑姑 卖给了沙巴 刚开始 阿桃并没有意识到危险 可是她无意间 看到沙巴杀了一个男人时 顿时救下的阿桃 连连尖叫 此后 阿桃见到沙巴 就如同老鼠见了猫 在这天 她上厕所的时候 看到一扇窗户 于是阿桃 就顺着窗户爬了出去 沙巴在得知阿桃逃走后 就以为她会来找阿夏 可是在阿夏家里 并没有找到阿桃的踪迹 随后沙巴的手下 就威胁阿夏 这才知道 阿桃已经被卖掉了 此时的阿夏 心中无比失落 因为她已经不知不觉地 爱上了单纯可爱的阿桃 隔天 一早阿桃突然出现在 阿夏的三轮车内 就在阿夏停下买东西的时候 阿桃突然一把 在后面抱住了她 虽然被沙巴的人警告过 但是她并没有出卖阿桃 而是给她买了吃的 并且还带着阿桃 参加了一场婚礼 在婚礼上 阿桃看到新娘 轻轻咬了新郎的手指 顿时她就若有所思 并且将这一幕记了下来 就这样 阿桃跟着阿夏流浪 因为他们害怕 被沙巴的手下找到 也害怕再次失去彼此 可就在这天 阿夏打电话的时候 阿桃突然不见了 心急如焚的阿夏四处寻找 还好在铁道对面 看到了阿桃 这一次阿夏发了很大的脾气 可是当她看到阿桃手里的皮鞋时 顿时心又软了下来 转眼间新年来到 满天的烟花五彩缤纷 此时的阿桃 早已经是阿夏的唯一 虽然阿桃不从聪明 但是对于阿夏来说 她就是自己的珍宝 就在这天 阿夏带着阿桃出门的时候 正好被沙巴的手下看到 就这样阿桃被抓走了 而阿夏也被一顿毒打 在反抗的时候 阿夏失手将沙巴的 一名手下杀死 就在阿夏营救车子里的阿桃时 沙巴出现了 她用手枪抵住阿夏的头 而阿桃则是亲眼看到 阿夏倒地不起 看到心爱之人被杀 阿桃异常悲痛 沙巴上车后 给阿桃解开绳索 其实沙巴也没有别的想法 只是想让阿桃陪在自己身边 随后沙巴就把枪放在一旁 可就在等待火车经过的时候 阿桃突然举起手枪 将沙巴给杀害了 虽然阿桃惊恐万分 但是他仍旧跑回去寻找阿夏 其实沙巴并没有杀害阿夏 只是对着他的腿开了一枪 就算这样 阿夏仍旧要为自己杀人的举动 付出代价 阿桃来到警局后 终于见到了阿夏 虽然两人隔着窗户 仍旧难掩腾熙 随即阿桃 就在阿夏的手上咬了一下 这就是在阿桃心目中的 不离不弃 可是当阿夏明白的时候 早已经为时已晚 阿桃由于智商的问题 并没有被追究责任 只是将他遣返越南 几个月过后 阿夏被判了刑 由于防卫过当 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 阿水突然来到监狱探望阿夏 原来沙巴当时买走阿桃 只是想将他收为异女 如果他当时不那么冲动 能够多了解一下沙巴 就不会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阿水也回到家乡 打听过阿桃的下落 可是一年来一直没有消息 在临走的时候 阿水把阿桃的项链交给了阿夏 就在这天 阿夏在工作的时候 阿夏突然听到 红河对岸唱着熟悉的歌谣 那也是阿桃第一次 在阿下面前所唱的歌曲 随即阿夏不管不顾 立马冲了过去 他跨过红河来到越南 可是那个唱歌的人并不是阿桃 导演给了电影 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因为没人知道 阿桃到底是否还活着 也不知道他们两人 最后能不能相见 毕竟隔着一条红河 电影到此全部结束